好 放下去 基本上就是捏一個球 把它蓋起來 封起來 然後緊實一下 緊實一下 就OK了 這樣就好了 然後鹽巴不要掉出來 對 沒錯 這樣就待會要整隻這個竹子拿去搖烤 是的 那這個竹子外面不用再補上紅土嗎 不用 是 就這樣就好了 對 因為 竹子像這個 它高溫會不會裂掉 基本上我們破千度的搖燒 竹子就沒了 竹子會燒到沒有了 那鹽巴會留下來 對 沒錯 鹽巴比竹子那一艘 它要把它突破嗎 插進去 你現在有個溝槽 它把竹子插進去 要把整個這個磚門把它 舉起來 出來了 各位 你能想像這個搖烤裡面是 1000多度以上的溫度 在裡面要經過三烤 一烤14天 三烤42天 三烤42天 在裡面呢 哇 裡面我現在看不到那個的竹子耶 竹子全燒光了 台灣給你 在本草綱目裡 記載一種神奇的鹽 早在五千年前 生女們就會利用它來做身體的保養 更成為韓國貴族傳統養生秘方 可惜後來卻漸漸的失傳 聽說在新竹已經有人成功重現製作的方法 更讓更多人了解它的奇妙之處 今天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這幾年啊 全台籠罩了這個食案的問題 然後我們全台人呢 都希望找到那個健康好的東西 我們節目呢 當然不遑多讓 一定要替觀眾朋友呢 把關找到好的東西 這一次呢 在這片山林當中 居然能夠找到 聽說能夠把鹽變得更好的鹽的法寶 厲害了吧 這次在這裡面喔 鹽巴跟什麼關係呢 大哥跟我約在這裡面 有個紅色的身影 該不會是無縫吧 大哥 大哥小馬 上來 奇怪啦 在這樣鳥不生蛋 只有樹林雜草的地方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讓普通的鹽巴變成好鹽呢 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這是一個竹林耶 大哥我是來找那個山中裡面 有那個讓鹽巴更好的一個法寶 跟竹子有什麼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在生產的竹鹽 竹子的鹽巴 是 這竹子鹽巴我知道喔 從韓國有點關係 對 因為我買過一罐 那為什麼這個鹽巴 經過竹子之後會變更好呢 這個就是從我們以前的本草綱目有記載 所以還是中國的嘛 對對對 韓國人學了本草綱目 這個我們要證明一下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是由家父呢 從韓國的參訪裡面 再自行再去研發 我們再自己去精心的研究 怎麼做讓我們的竹鹽可以更好 話說大哥的父親是一位中醫師 有一次到韓國旅遊 發現正在流行的竹鹽 感嘆他其實早在中國人的醫藥聖典 本草綱目裡面就有記載 甚至還被尊為藥鹽 但這麼好的東西卻漸漸失傳 覺得非常可惜 因此下定決心要重現竹鹽的風華 這是什麼樣的種類的竹子 一般我們現在考的竹鹽呢 是用巨竹 夢中竹 夢中竹 兩種不同的竹 但都是野生的吧 對對對 這不是你們的種植的嗎 對對對 所以有竹子你就可以拿來取用 對對對 當然也要夠大啦 要夠大 那竹子裡面要怎麼弄 跟鹽巴有什麼關係 竹子它的厚薄 跟我們鹽巴烤出來的甜度有關係 竹子的厚薄不是一樣的嗎 不一定 是喔 像我們巨竹都比較厚 麻竹也比較厚 但是麻竹會彎來彎去 所以我們都選用巨竹比較直 比較直 肉又厚 烤出來的鹽巴 我們的三烤竹鹽 就會帶一點微調 原來挑個竹子 還有這麼多的美美咖咖 真的是受教啦 大哥說呢 製作竹鹽的工作非常的繁複 巨竹子只是第一步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工作 在等著我們呢 大哥 你這樣要幹嘛 我們搬回來要鑽洞啦 你說那個節目的那個中間 那個地方把它鑽洞是不是 對 所以我要在上面幫你忙就對了 是是是 來來來來 準備弄 來準備工具給你了 來 這工具給我 哇 這很尖耶 對 下面是鋸齒狀的 下面是鋸齒狀的 然後呢 就用力把它打下去 看起來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慢慢出動 對 要全部都要把它打破 這不好弄耶 對 還有這樣 OK OK 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耶 你看我的肌肉 好啦 不是開玩笑的 現在將目光轉移到兩位大哥身上 再將竹節打通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將海鹽灌到竹筒裡面 但其實原本的海鹽就可以使用了 放進去的用意到底為何呢 要增加它的微量元素跟礦物質 你說竹子裡面本身有微量元素對不對 對 因為竹子裡面有一層膜嘛 對 這一層膜我們在原住民吃竹筒飯有沒有 它那個膜呢 聽說那個原住民想說 那個不要發掉 那個對你的腸胃很好 是 對不對 然後那個膜裡面搞不好 就是你所謂有一些微量元素在 它本身也是個藥 它是個藥鹽嘛 這是藥鹽喔 對 對 只是我們拿來先做養生 食品級的養生鹽 也看好說現在有這樣的市場需求 對不對 這種是傳統工夫 沒有人什麼沒有什麼人做 那這個經過微量元素的這個 算是等一下你要搖烤嘛 對 對不對 那這樣烤過之後 微量元素之後會降低這個鈉的 鈉含量嗎 對 鈉含量跟假含量 大概是比一般市場的鹽 八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真的假的 對 那就低鈉鹽啊 吃的對身體非常健康啊 對不對 你的腎臟不會有過多的負擔 除了利用竹烤減鈉增甜味 大哥說還有另外一個養生法寶喔 大哥這什麼 這是我們去橫山山區裡面 沒有汙染的紅土 紅土 對 富含礦物質 富含礦物質喔 對 一定要山區的 一定要山區裡面的 對 OK 你沒有特別去偵測過 這個土壤是OK的 因為都要經過檢驗的 對啊 要經過檢驗的話 有一些那種土壤裡面 可能會含有重金屬 對啊 也怕去挖到人家的廢棄土 對不對 這要特別檢查 就紅土了 好 來 放下去 基本上就是捏一個球 把它蓋起來 封起來 然後緊實一下 緊實一下 就OK了 這樣就好了 然後鹽巴不要掉出來 對 沒錯 這樣就待會要整隻這個竹子 然後去搖烤 是的 那這個竹子外面 不用再補上紅土嗎 不用 是 我就這樣就好了 對 因為基本 竹子像這個 它高溫會不會裂掉 基本上我們破千度的搖燒 竹子就沒了 竹子會燒到沒有了 對 那鹽巴會留下來 對 沒錯 鹽巴比竹子耐燒 用紅土將竹子封好之後 大哥說接下來的工作 就是要送他們去做SPA 說到這泡SPA的水也是得來不易 大哥專程開車到乾淨無污染的山區 去飲最天然的山泉水 再放入竹館浸泡七天 目的就是讓竹筒吸附 微量元素跟礦物質 不僅竹炎製作步驟繁雜 這座約一層樓高的磚窯 更是讓大哥足足花了三年半的時間 才蓋成的 沒烤過幾次還得定時做修補 光是維護就非常的費工 燒窯的木材呢更是特別選用松木 主要是因為松木會分泌松脂 帶有茶樹金油香氣味更清香 OK OK 這個拿掉是不是 這個 拿走 這種裝備它要幹嘛 它要把它突破嗎 插進去 你現在有個溝槽 它把啟動力插進去 要把整個這個磚門呢 把它 舉起來 出來了 出來了 各位 你能想像這個窯烤裡面 是一千多度以上的溫度 在裡面要經過三烤 一烤十四天 三烤十二天 三烤十二天 在裡面呢 哇 裡面我現在看不到任何的竹子耶 竹子全燒光了 剩下的好像是包覆著那個 竹子磨的鹽巴 大哥 那個竹子磨還在嗎 竹子磨已經都不在了 全都不在了 你們只能這樣走進去 把東西拿出來 是的 各位 你能想像嗎 我以為這個鹽巴應該是 基本上是經過高溫之後燒對不對 是的 它會一摸就碎 結果它是把它變成一個結晶體 對 因為基本上我們鹽巴它的濃點 是在801度 所以呢 你已經超過一千多度了 對 但是因為旁邊外面有竹子嘛 對 那個多的兩百多度的高溫 把竹子給燃燒掉了 剩下的呢 在這個燃點當中呢 800多度呢 鹽巴應該這樣燃點當中 把它變成結晶了 對 它變成結晶的一根棒子 一根棒子 對 本來互不相干的小鹽巴力呢 忽然間變成一家人了 是 鹽柱出窯之後呢 會呈現一種偏灰的顏色 而且兩根鹽柱互相敲打 還會有清脆響亮的聲音出現 這代表鹽巴的溫度 曾經到達熔點完全熔結 就會吸附紅土跟三泉水的養分 以及竹子本身的甜味 竟然剛好這次有機會可以親眼目睹難得的開窯 想把我當然要進去一探究竟 你看這整個披薩的窯啊 不是披薩的窯 你看我一看到窯就覺得是披薩 因為這麼大的窯居然是在烤鹽耶 這真的是浴火鳳凰鹽 有沒有 經過三烤 然後呢 裡面的那些紅土呢 經過這些鋼筋的這個做支架呢 紅土要補在上面 因為它必須要保持一定的溫度 它要讓它裡面是產生恆溫在一千多度以上 然後呢 紅土掉了之後剝落的時候要幹嘛呢 它第二烤之後就要來補紅土 要紅土把它補齊 然後再烤第二烤 烤到這邊呢 所有的這個底下都淹那個灰燼呢 全部都是你剛才我們去山上砍下來的竹子 的灰燼 剩的呢 就是五點八 好不好 千錘百分 千呼萬喚 純古法的竹鹽終於大功告成 究竟這麼辛苦的治鹽到底有何神奇之術呢 真是太讓人期待啦 大哥 我說實在我分不清楚 這到底是灰還是鹽 這是山烤的嗎 這是山烤主演 灰已經去掉了 對沒錯 但是它的顏色已經被 因為高溫 長時間這樣子這個 搖燒之下呢 搖烤之下 它已經變色了 是沒錯 我先長一下 長一點看看 嗯 有沒有比較沒那麼死鹹 對 我們的味蕾裡面非常敏感 你如果吃到一塊鹽巴 跟炒蛋有沒有炒飯 你那個死鹹 然後你整個都 那個食慾都沒有了喔 這個目前我還敢再去沾喔 哇這顏色不一樣 真不一樣 來 這個魚 經過這個山烤鹽做的對不對 對這個我們山烤主演 台灣雕 台灣雕 對這個我們一般的 家常的料理用鹽 更大為推廣 讚不讚 好好吃喔 而且好甜喔 我其實滿少 在吃東西的時候 突然間很感謝吃的單位 我本來是 應該都是感謝受訪者 就是你們很辛苦 來做製作這種健康的鹽 可是我突然間很想 感謝吃的單位 因為沒有他們找到你們 我不知道是沒有這個東西 怎麼會這麼好吃的 這麼香呢 好 接下來給你嘗鮮一下 我們現在竹煙窯 剛烤出來的 酒烤竹煙 顏色又不一樣了耶 對 看到沒有 這個竹煙呢 它有點接近是一種種的 這個叫做是 我覺得有點芋頭色的感覺 沒錯 因為你們本來都山烤 為什麼突然間出了酒烤 因為酒烤竹煙呢 就是煮一個藥原 真正的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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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直接沾很多了 因為我不怕 這是鹽巴 這沒有加其他東西嗎 對 沒有 那為什麼鹹鹹當中 然後還有回甘的甜味呢 對 然後彷彿有沒有覺得 有一點點的皮蛋味 有 有 有 這個是鹽性的一個鹽巴 然後裡面富含的微量元素 是人體一般吸收不到的微量元素 在裡面 我沾一點可以嗎 這當然 謝謝 這整個酒烤 要小心吃 好好吃喔 但是說真的 這樣有點太鹹了 還是鹽巴 還是鹽巴 大哥說 當口渴的時候 只要在嘴巴裡面 含一點竹鹽 就能夠生精止渴 或是在五百細細的水裡面 放入一兩克的鹽巴 還可以幫助腸胃消化 製作竹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感謝大哥們願意不辭辛苦的 重現古法竹鹽 讓老祖先的智慧 可以再度的發光發熱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富爾摩擦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Dating 為了